好 那么然后再往下还有一个呢 就是你如果想要使用这个Python代码 那跟这个集群进行一个交互怎么做啊 需要呢去安装这个包啊 就Redis 横杠PV class的啊 通过它来进行个安装啊 通过它来进行安装啊 就在这里面 在你的我就直接退出来啊 好 CDR Pype 然后呢 Work on bj18 Py3 然后在这里面把这个包呢 安装一下啊 我这边其实已经装好了 装了这么样 下面呢 你就可以呢去 去创建我们的这个 通过代码跟这个集群呢 进行一个交互啊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 我们在这边呢 直接在这里 我就新建一个文件啊 新建一个 你有一个project 然后新建一个它啊 bj18下面呢 我新建一个叫做 Redis class啊 啊 Redis class啊 OK 那么这个啊 其实呢 我这是个目录啊 直接先把这个选择 选择它 我要建在这个目录下方 我就新建啊 然后那个 好 那么 然后在这个下方呢 我要新建一个文件啊 这个文件呢 我就新建一个文件 比如说这个文件呢 我就叫做 你有一个pathon文件 我就叫做Redis啊 class的 OK 那么 建完之后呢 你怎么去做啊 这个我们就简单给大家说一下啊 你做一个了解 你就把它呢 好 从这个里面啊 你注意从这个里面呢 你需要去导入一个类啊 这里面是导入的行星 其实呢 你要导入这个strike的Redis class 导入这个类 然后呢 下面你去再去做的时候呢 首先 你需要呢 去构建所有的节点 那这些节点呢 其实呢 你写 你把主节点呢 写上就可以了啊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面700 哎 他对呢 就这个 172 172.16.179.131 对吧 哎 700 啊 这是他 那么你像下面的这些呢 我们在这里面呢 也是这个131 对吧 哎 这个也是131啊 那么 除此为了 这个呢 是变成这个142 哎 172.16.179.179 179.142啊 142 OK 那么 现在呢 哎 我们就新建了一个列表 你注意啊 我们新建了一个列表 那么这个列表里面呢 他呢 哎 有三个字典 对吧 然后呢 host呢 是三个主节点的IP 以及他对应的一个端口号 把它建完之后 下面呢 连接基群怎么连接啊 创建一个上面这个类的对象 然后呢 通过这个startup nodes啊 就这个节点呢 去给他复制为你这个 创建的这个列表啊 创建列表啊 然后呢 得到一个对象 好 你通过这个对象啊 他就已经连上这个集群 连完集群里面之后 怎么往集群里面去设置这个值啊 这个对象 他呢 跟我们之前讲的那个对象 其实呢 方法都有啊 方法都有 也是 比如说我设置一个键 对吧 叫做name 值呢 是ITK嘛 也是set啊 也是set 然后把这个值呢 给你返回 或许的话 也是这个get啊 那么这个呢 你连接这个集群 对吧 其实呢 你也不知道 你连接的是集群的哪一个节点啊 我们说集群呢 就是统一对外提供服务的啊 给你的感觉 它就是一台机器 那么有了它之后呢 我们下面呢 你就可以呢 去跑一下它 比如在这里面 直接呢 输入这个run啊 run 好 你会看到这里面是不是 返回值是不是true 这个是不是ITK嘛 对吧 ITK嘛 那么它其实呢 已经它已经把它设置到这个 集群里面呢 比如说连接它 我要get这个啥呀 name 对吧 getname 你看到这边是不是rtk嘛 对吧 OK啊 这里面呢 就是我们通过这个代码呢 去连接我们的集群啊 集群 它呢 就是一个统一对外提供服务的啊 通过网络相互连接的 计算机啊 OK 给大家看